其實都是主持人愛問你知道 主持人問 面對媒體包圍提問 台北市場柯文哲略顯無奈 原因在於近日柯文哲 針對美中台關係 比喻成強到強銀行 卻沒注意到警察 引發軒然大波 柯文哲也再次親上火線回應 其實所謂的兩岸關係 要放在這個中美對抗的 國際局勢下來看 所以台灣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所以我們在跟任何一方打交道的時候 要注意另外一方的反應 我只要做一個比喻而已 就這樣而已 柯文哲強調美中台關係緊繃 與任何一方打交道時 都得實時注意另一方的反應 不過外界解讀這樣的言論 是在向中國大陸方面示好 柯文哲則表示反對統獨對立 其實我也非常清楚 在未來一年當中 台灣的這種選舉 一定要導向這種統獨對立 要把柯文哲邊緣化 這是他們的基本戰略邏輯 是因為中國那邊有壓力給你們 中國跟我們現在也不想理我 本來沒有事嘛 對不對 你們就一定要誇大 要去 我認為這只是這種 頂型的這種興風作浪 所以拒絕對號入座 柯文哲批評外界興風作浪 作為發言者似乎有些惱羞成怒 而華鋒一轉 談到至今未竭的台北市長選舉無效之訴 丁手中持續訴訟至今 驗票費用也將花掉 197萬的市民納稅前 柯文哲很無奈 上一次驗票 我們這邊花了將近三百萬嘛 然後民政局是一千 我那時候簽二倍金是一千一百萬 但是我相信他們自己也花不少錢 所以老實講 這 這就是 就是社會成本嘛 強調是必須負擔的社會成本 柯文哲無奈之餘 還是得照著規矩走 不過這場懸而未決的勝負 還得等待漫長的司法訴訟才能得到結果 環雨新聞 林委旭丁上城 台北報導